也要看到全世界做藝術的大公司 步行集團 近前有宣布 說這六月要實施不成功 現在有更方向主公司 有著做藝術的入園 工業 第一 幾個大了錢 步行人不正反見的 來提出警告 說已經影響 他們的頂端 他們在 台南的工程 可能暫時會相關 步行集團在理解案 第一邊犯罪 遺理警告 警告實料已經影響 步行不然機械通路停車 連組合合作也受到影響 第一季本集頭一回面臨虧損 他還沒有公告政治財報 不過他現在預告說 他地址可能會虧損六千到七千萬 步行集團 集團機械通路端 步行國賊 自今年二月開始 因為中國時期 各路上檢測的關節措施 包括中國辦公處所 和領袖門擠起來 第一季的四號徑順 差不多人民幣1.67億 就既然負責作為 入管工業 今年第一季 有過四號徑順 是六九七千萬美金 在東南亞的工程也可能 不然暫時 關注的命分 因為第一季本來表現不好 步行的國賊隨著歡迎 在班中上級時 到二十七塊半 國賊驚賊起班很大 不過目前來看的話 就是歐美的一個這個部分的一個地區 其實已經開始解除禁逐令 也重新要啟動經濟的活動 或許在這個禁逐令的解除之後 慢慢經濟活動活絡起來 那麼下游的一個需求就會開始起來 因為目前來看的話 有一些門市也開始在重新開啟 另外 步行在 利潛團社庫路住 六月開始放無性化 部長以上的國外主管 都減薪十八 在這禮拜的 跟工會正式協商 最近幾天就向 台東市政府所平放無性化 實施的計劃 進出市府協助 保障完工的環境 即將綜合部讀